发言人就应该唱黑脸 我们就应该保留用武力的这么一种手段 哪怕我不打 我得威慑呀 两手都不硬的话 只能任人宰割 任人情 中平我打个唱 你看到了双方的国防部长这样的画面 你觉得很刺烈 我专门写了篇文章 就说这个问题 它是满足于现状 你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啊 你不是在维护一个 让四分五裂的那个南沙群岛 我们中国要崛起 一定要决战中国海 要夺取一个出海口 现在美国人在围堵我们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包括在马刘甲来围堵我们 这实际上对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潜质 如果你没有这个中国海的话 我估计中国想崛起 那是不可能的 好 谢谢中平的补充 不过南海的问题绝对不是中国的问题 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还要看看印度人怎么想 邻国几个邻国到底 包括韩国怎么想 还包括美国人会怎么想 休息便可回到现场 一虎一谈 全球大连线 听听世界不同的声音 待会见 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印度是很同情 很理解 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苏30MK二型的战斗机 还有18架的战斗机 在陆续要交互体重 就是为了这个插枪走火 或者是军事上的使用 和中国硬碰的话 它肯定它是突裂 问题是它的后遗症 并不是太好处理 没有必要 其实越南 它的确是不想跟中国打的 美国是背后的老大 美国之前 它为什么不介入南海呢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我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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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越双方在南海的争担 会不会进一步的爆发冲突 邻国也在关心 比如说印度会怎么想 热烈掌声来欢迎看我左手边 北京外国语大小的印度外交 高兴欢迎高兴先生 高兴站在印度的战略考量 是不是中越之间的冲突越激烈 你就越高兴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首先我支持这个宋先生的观点 因为我们这些领土的问题上 从实时求失 如果有争议 第一是双方承认有争议 然后不可能就单判有责任 这个领土的问题 如果中国比如说经常宣传的 和平崛起 或者木领友好 或者中国准备这个政治界 这个欢教的这一领导 和下一代领导 他们这个处理这些 首先像主持人跟你不同意的地方 就是我不认为 这完全是一个祖传的 这不完全是一个主持人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有主创传对话 早会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 领导重视和解决 最关键就是经济利益第一 因为下面很多人都谈论了 这一块的石油和天然气 我看有些报告说 进此有博士丸 包括海道的交通 中国整个贸易通过非洲 通过大家都也担心 跟印度合作没有变成一个公式 那么中国是不是要 每次都要派自己的海军 来护航 所以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印度是很同情 很理解 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而且不一定要国家来威胁 有非国家式的 有些恐怖分子 海盗 所以我们跟中国一样 同时经济发展快 有能源的需求 有天然气石油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 不是直接看祖川的问题 而是更是中国对发展的 进一步的一个石油和能源的需求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也非常对 作为我们南中国海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本身关系到什么 它关系到中国的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如果不能肯定我这一块主权的话 我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个主权里面管制的 所有的那些行政权 越南都已经在这都已经安排了 这个所谓的行政长官都已经进驻了 我们到现在还在那想的 我去搁置争议 我去让他去做一点绥靖的这些政策 包括现在大家肯定都很清楚 越南买了很多的俄罗斯的先进的武器 包括又要买基洛基 又要买苏30已经买了 包括苏27都买了 钱从哪来的 就是从南海石油里挖出来的钱 换成了美金 换来去买钱品 这些武器谁送给他的 中国人送给他的 中国人大方吧 70年代送 80年代21世纪还在送 我先打个岔 钟平刚刚特别提到了 最近大家非常关切的 就是俄罗斯卖了很多的潜艇给越南 那么刚刚你说 他钱从哪里来 钱就从这些岛链上的经济力来 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 还有包括俄罗斯为什么如此的拼命 把潜艇卖给了越南 到底俄罗斯什么想法 立刻连线到莫斯科现场 卢宇光告诉我们最近情况 宇光你好 你好 宇光你刚刚也听到了 我们在现场当中也讨论非常多 最近俄罗斯有关于对出卖潜艇给越南的事情 你一直在持续的跟中报道 俄罗斯的考量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这个5月27号 那个越南订购的第二手 这个11661型的 列爆3.9级的护卫舰呢 已经发货了 现在目前正在海上进行航行 再过一个半月呢 俄罗斯专家认为这艘护卫舰呢 将和今年3月份交付的这艘护卫舰呢 将组成一个海上的一个巡逻编队 可能会在这个列入越南海军的序列 同时呢 特别应该指出的说 就是列爆3.9级的这个护卫舰呢 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 而且呢 比俄罗斯之前的服役的这个导弹护卫舰 要更先进于一艘 特别它装备了 那个那个舰队舰的导弹 PMUAE型的远程 这个反舰导弹等等 所以呢 应该来说 这个越南海军目前正在这个 逐渐装备自己在南海的这个武装的力量 包括 已经交付使用的这个五架 苏30MK2型的战斗机 还有18架的战斗机 在陆续要交付使用 不过你刚才提到 越南也在不断的武装它的力量 相对来讲也出现了声音说 中越之间如果真的是不习战的话 是不是中国一定在三封 越南真的是不甘一击吗 您的观察 这个南海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 而且是触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应该来讲 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南海的问题 中国呢并不占很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理这个环境来看 越南呢到这个南沙一些这个有争议的岛域 它最短的距离才有180公里 那么中国中海南岛 特别是从三亚基地起飞的飞机的话 要到这些岛域的最起码有700公里到800公里左右 所以呢在地理上 那个越南应该是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特别是到目前这个军事力量 中国仓在发展的这个阶段 特别是海洋的这个争议的问题啊 依靠军事来所在来解决 毕竟有双方对付出非常大的这个代价 好掌声谢谢雨光 来徐将军您看法的 不能从军事实力 从指挥的这个水平 这个和过去的历史来看啊 呃和中国硬碰的话 它肯定它是出于烈士的 从越南人很怕打很不愿意打 这个怕中国 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不能过分低估 不能过分低估 因为越南人啊 跟美国人就是顶过 是吧顶过 在我们的支持下 他照样能够把第一号选手都给赶出去了 所以我们在对待越南的问题上 必须高度重视 我跟你讲看吧 所以必须在军事上 我们呢 要把它当作一个正了八点的对手啊 来来做准备的 我是主张 要做三件事 第一 第一件事 要把临海基线 就是我们所主张的这个主权啊 在法理上 在这种这个理论的依据上要把它做好 第二点 就是什么 要做一些改变现状的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呢 不是军事的 是文的 你比如 我们也可以打警嘛 包括海监船的这个巡逻呀 渔政船的巡逻多少件 第三件事情就是武力冲突的准备 必须要这种准备 对越南人呢 这个要么不打 打了就不客气 打了就不客气 就是西的话呢 搞他好几个岛 甚至于按照他的那个建议 按照我们的要求的话 甚至于可以用动作比较大的动作 都可能 都要看具体情况 好 来 谢谢 来李杰 南海问题 可能将来要分两步走 就是再可预见的未来呢 可能刚才不排除 插枪走火这个可能 就是你现在越南买了 六艘基础陆潜艇猎豹 护卫舰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菲律宾也买了 汉密尔顿巡逻舰 包括印尼 实际上马来西亚都买了很多 买这么多 它是干什么呢 它就是为了这个 实际上 你就是为了这个 插枪走火 或者是军事上的使用 所以我就说在 这个第一步呢 不排除插枪走火 这种可能 好 谢谢 来 余海森补充 大家可以和平解决 重要的还是不要动武 因为动武 它不是一个 我还是强调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胜负问题 胜 我说中国打胜 在南海问题上 在南海战争中 取胜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他的后遗症 并不是太好处理 没有必要 这个胜负问题 我讲一下 其实越南 它的确是不想跟中国打的 它只想巩固既得利益 换你说的 那个越南敢跟美国人叫板 它是挺什么叫板呢 它是靠中国的军队指挥 甚至指挥到排 赢 班 这种 这种情况下 才把美国打回去的 那么前几十年 为什么没有中国帮助的时候 为什么他把美国赶不走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 美国 美国把 逼越南赶走了 对 是 美国打了几十年 也没把越南给 彻底的占领 但是 中国 中越战 中国只用了十几天 就狠狠的给美国了一个教训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越南还是很怕中国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海南岛 它只是一个点 我们现在 09年 刚刚两国把陆地边境 1400公里 刚刚谈好 那么我们这也是付出了 先列们付出了雪的代价 我们刚刚稳固的边境 如果说因为南海的一个岛礁 大家擦枪走火的话 那么整个1400公里 两边的边民 是这个情况 势必都紧张起来 那么就是 相当于我们 这么多年的辛苦谈判 还有先列的那些鲜血 几乎是白留了 好 谢谢居民的补充 谢谢 请说 对于这个南海问题 我个人观点是 历史上的所有的 关于这个领土问题 如果是通过谈判来解决的话 基本上都是对现状认可 所以说 如果说仅仅通过谈判的话 咱们这南海问题 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 我们今天的是 这个抗这个南海问题 实际上在最实质上根源 应该抗到它最后 就背后的这个一方面 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较量 中国家为什么能 有今天的成果 就是因为我们30年 韬光养晦 然后既然我们要面对的是 美国这样一个大国 我们就应该 再暂时先继续韬光养晦 然后有充足的实力了 然后通过一战 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案 好 谢谢 来我们转到莫斯科现场 雨光要补充吗 雨光 我呢 今天因为南海问题 要这个 要连线的话 我专门看了一下南海问题 我看到这个 所有的这个网页上 都是打打打 95%以上 我就感觉到 最近的国内是有一种符罩 就是一谈到领土问题 就是以打为解决的方案 而且呢 对我们的军力的这个 炫耀啊 对我们这个 军事力量的这个 这个这个 估计啊 都觉得好像是蛮有把握性的 但是呢 通过这个问题呢 我又和越南人进行接触 因为越南人 有很多在莫斯科 我通过和60年代 出生的越南人 就接触 我说 所有南海问题 英国应该打 他们说 如果打 中国是打不过他们的 他们觉得他们有战斗的经验 那么70年代认为 也是打不过他们 因为他们认为 1979年的时候 打中越战争的时候 中国军队是不仅打的 那么80年代出生的人 他就反问我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南海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 为什么要打呢 所以我呢 个人的感觉 我就认为 通过领土的 这个争议啊 应该通过 军事上的这个实力 政治上的实力 外交上的实力 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 东海问题 包括南海问题 都涉及到 这么一个 实力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应该搁置起来 然后呢 进行通过 对话来解决 我个人是这么一个认为 好